花五亿买下转播权的这个艾尔达 然后呢他是接受了中华电信资助了4亿 好300万 那再加上了体育署的8000万补助 然后还有跟公式华氏各收取了900万 所以总共是1800万的授权金嘛 等同于他还没有在正式开播之前 其实就已经净赚了1900万 OK 到底中华电信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到底为什么要替艾尔达出这笔钱呢 就为什么是就给他呢 就大家就觉得那其他人不行嘛 毕竟这个 大家还是会很好奇说你那个金流啊 然后为什么是特别就只给他啊 其实这其实都还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事情 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华电信 也要来讲清楚说明白的地方 跟奥运相关的还有一个议题 林阳路 林阳路 其实他就只是真色别名嘛 也不是说直接把他改入名 所以其实这倒还好 如果只是一个别名的话 只是让大家记得说那是他们的母校哦 他们当时对这个羽囚 羽囚界有很大的一个付出跟贡献 然后也得到金牌 应该说就是让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呢 其实这个都 有时候也不用太小题大做 有时候也不用太小题大做 有关于在这个爱尔达的事件 然后杨之斗议员呢 他到底到底是在说了些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受访的一个片段 这样子天价的数字 中华电信是非常有钱吗 帮助爱尔达 我说难听一点 这就像李孟燕 搞小三 然后花钱在小三身上去吃喝玩乐一样 爱尔达是你中华电信的小三吗 没有股份持有的关系 为什么 会去当冤大头 奉劝中华电信 不要是爱尔达出来说明 我今天又不是告爱尔达 爱尔达那么急的出来养我干嘛 中华电信有本事就出来说明说你4.3亿 这些你们投资者公司里面的钱 为什么是拿去给爱尔达 你独占的市场 你如果有这个屁股吃这个蟹药 没关系 你拿5亿出来 买这个转播钱 那当然你付出的成本 你投入的心血 本来就要有固定回收的费用 那都没有问题 那今天被我踢爆说 你投入的根本没有成本 你甚至在还没开播之前 就赚了1900万 那我说实在你在哭穷是什么 这就是杨指头议员呢 他今天受访的时候 他所说的一个内容 所以呢基本上是这样子 因为大家就觉得 原本大家的以为是 爱尔达他这个转播权 是可能由他自己出钱出力 然后把他给扛下来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 天啊还太辛苦了吧 就让大家可以看奥运啊 大家都很开心嘛 那原本大家就想说 哇他这样子这个成本负担会不会很重 大家也就觉得哎好神奇哦 为什么就是他呢 就只有他可以做这件事情 大家就觉得很神奇很神奇 那当然呢这一次杨指头 他的一个爆料 就是由中华电信内部员工的爆料 简单来说呢也就是说呢 中华电信花5亿 应该说花5亿买下转播权的这个爱尔达 然后呢他是接受了中华电信资助了4亿 好300万那再加上了体育署的8000万补助 然后还有跟公事华事各收取了900万 所以总共是1800万的授权金嘛 所以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就等同于他还没有在正式开播之前 其实就已经净赚了1900万 OK好然后大家就突然觉得 好有点懂了 有点懂了所以呢就是杨指头就觉得说 那这到底算不算是所谓的空手套白狼这件事 那他今天呢就特别去 北检这边去告发了 中华电信的这个董事长就郭水逸 好这特别背信 所以好他今天就这样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有大家其实很快就出来 有些人来反抢啦 也就是说他就觉得 杨指斗议员这样的说法 认为对他们这个产业运动产业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侮辱 当然其实他在整个声明里面 他有提到说他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层面 有时候并不是只是所谓的这个 看转播啦 授权金啊这一块表面的东西而已 他们实际上背后也出了很多的力啊 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他有特别在声明里面有去提到 但因为大家就会比较好奇说 那到底是 哪里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因为 就会觉得那奇怪 中华电信跟政府 这个钱 到底为什么呢 就为什么是 就给他呢 就大家就觉得那其他人不行嘛 没办法接受这笔 所谓的这个资助嘛 这笔补助嘛 那当然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好像也没有特别出来 就是讲 去做一个解释 但反而是艾尔达他很快的 出来做了一个说明 他也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怪喔 就是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所以当然 应该这样讲 就是对于运动产业来讲 其实在台湾 包含像我们前阵子所聊到的奥运 其实对于这些国手来说 这些运动选手来说 都非常不容易 然后当 有人可以来帮忙转播 然后让这些我们 观众们 平常可能也未必说 每天都非常关心运动产业 但是 到了奥运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的 很想要关心这些国手嘛 因为觉得他们都已经 练习训练了那么久 总要有一个成果 在这个奥运的殿堂上面 去展现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要去帮他们加油 就是想要去看他们的一个 比赛的过程 但的确我觉得 这应该是中华电信 也要来讲清楚 说明白的地方 所以呢 其实包含 孟凯委员他有提到说 这件事情呢 的确接下来可能 立院也要来 调查一下 可能需要调查一下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 跟大家补充 因为他除了 今天杨子斗除了 告发这个 中华电信的郭水域董事长之外 他也告发了 前交通部长 李梦彦 梦彦 他也告发了这个李梦彦独职 因为交通部是中华电信的最大股东嘛 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杨子斗 所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作为 那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就是立法院 应该要去把它调查清楚 因为毕竟 这个大家还是会很好奇说 你那个金流啊 然后为什么是特别就只给他啊 其实这个其实都还是大家会 比较关注的事情 但是好不好 但是对于运动产业来讲 我觉得其实当然爱尔达这样子讲也是 他就把它包在一起 但其实我们对于运动产业 不会有特别的一些 你知道 不会有特别的意见 没有什么意见 那应该是说在对于转播这件事情上面 该说清楚的 该讲明白的 应该还是要把它把它给厘清 把它厘清清楚 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由立法院这边来查一下 说到底中华电信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到底为什么要替爱尔达出这笔钱呢 这个真的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件事情 好那当然跟奥运相关的还有一个议题 林阳路 林阳路 好 这个已经吵了几天了啊 林阳路这件事情已经吵了几天 那反正呢 呃 讲官市长 讲官市长他就认为说在这个 选了 李阳跟王启林的母校 也就是中山国中前面的这个巷子 他没有要去改路名 但是要增设一个别名 好叫做林阳路 林阳路 那 当然这件事情呢 就是 民进党的立委 吴思瑶很快就出来 开始批评 就说你这个有威权的思维啊 这个蹭热度蹭过头了啊之类的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批评的 那后来讲官市长呢 他其实也就是讽刺了一下 就是民进党是有点双标 因为当时其实赖清德也曾经有改过八田路嘛 大家都 你知道 这些路名有时候 有时候是直接改 有时候可能是增涉别名 所以呢 他就说那不是赖清德之前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也不会去批评他 为什么我做你就要批评我呢 就是他就有跟这个吴思瑶有点比较隔空护杠 那当然吴思瑶呢 还是持续 还是非常的 咽不下这口气 他说政客热衷朝短线实在是太欠缺的史官了 我就哇 已经开始把他上升到史官这件事情 我说我也有点扯比较远一点 当然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去 针对了这个蒋家的协同这件事情 硬要把他往威权思想去 做一个并容 所以他们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然后去 去讲这个 讲万事长这件事情 但我们也要来说啦 因为其实这也不是先例 也就是说呢 全台的中正啦 接受路啦 就超过200条 连林森北路 其实也是人民 所以这就是 如果说历史的轨迹上面来看的话 这件事情其实也没什么 那因为原本 大家就只是觉得说 哇他们这个表现也很厉害 然后也替我们得金牌 应该要给他们一些鼓励 那所以他可能 蒋市长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来给他们做一个鼓励 当然我觉得 其实像李扬他也 也很谦卑啦 也就是说呢 其实他就有讲到说 当然感谢市长嘛 但他觉得 这个命名其实包括 是背后所有的力量 其实他们的得奖 还有包括可能之前的一些 羽球的选手们 其实他们也都很厉害 之前也曾经有得过奖牌 那这一次是由他们来夺金牌 但他觉得应该要去 感谢的 是所有背后的这些 整个力量 还有包含之前曾经付出过的选手们 所以他也不鞠躬 也不鞠躬 不觉得说 就是他们自己很厉害 所以呢 增设这个陆名刚刚好而已 他没有这个态度 他就觉得说是所有人 来造就 最后让他们可以夺到金牌 王麒麟其实也差不多是 这样子的一个论调 他也非常的感谢市长的一个美意 但他也觉得要感谢很多很多的人 也并不是说完全都是 觉得就是他们自己的功劳而已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展现了一个 非常大的气度跟高度 气度跟高度都有展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奥运 另外分支出来的一些 舆论的议题 舆论的议题 当然可能原本只是一个好意嘛 一个美意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但有时候就是你知道 开始有些政治上面的 意识形态的时候呢 然后就开始有去做一些攻防 然后就有点声量啊什么的 但也不需要那么多啦 也不需要那么多 其实他就只是增设别名嘛 也不是说直接把他改入名 所以其实这倒还好 如果只是一个别名的话 只是让大家记得说 那是他们的母校哦 他们当时对这个羽秋 羽秋界 有很大的一个付出跟贡献 然后也得到金牌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算纪念嘛 也不能算纪念 应该说就是让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呢 其实这个都 有时候也不用太小题大做 有时候也不用太小题大做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